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fa 今集又是跟大家來的一個開箱 因為Black Friday 美國經常有很多折頭 但今年就沒有去Best Buy買 這個就是MacBook Air 這個MacBook Air就是我老公上網看到的 他就送了這份禮物給我 首先介紹一下 為什麼會買了MacBook 2020呢? 其實不是最新的 如果大家有用Apple系列的話 其實今年都出了最新的 但價錢真的很昂貴 如果你是Apple用家就知道 原先去年的價錢也不是很便宜 大概是$999 但因為Black Friday的緣故 我老公看到有特價 有信用卡給了一個回贈 如果你去這間公司買的話 用銀行的信用卡就會回贈$200多 大概是$600多至$500多 就有這部 我們就拆箱來看看 好了 看看 話說為什麼我老公說買這部機器給我呢? 其實我沒有想過去買 因為除了它特價之外 哇! 好漂亮啊! 我就選了一個金色系列 其實原先是有金色、銀色和黑色的 我是女生 所以我就選了金色給自己 其實呢 先說一下 為什麼我會買這部機器呢? 就是因為 不是我買的 是我老公送給我的 他就說 因為肚子越來越大 我們本身都買了一個MAP機給我 就放在桌面上做的 但因為我們樓上的書房 他就說 怕我遲些生年之後 很不方便 經常一定要做片 又走出走入 又要照顧小朋友 到時候他就怕我不方便 他說這個手提電腦 就會比較方便 可以拿出拿入 或者累的時候 就坐在床邊做 或者是在行業場做 我聽到都很甜 因為其實我沒有想過 因為我們昨天去完一個地方 很累 然後突然叫我下車 然後就說 去買東西 我說 蛤?你去買東西 你不是就是拿東西 他說 不是啊 你也要選東西 我選什麼東西呢? 於是乎進去 就叫我選了一部 原因就是說 因為特價 以來他很有心想 take care我 美不美? 好美啊 我近距離給大家看看 可能光影的問題 這樣看 可能會看得清楚一點 對了 金色的 現在拆出來看看 它有一條線 還有什麼呢? 有一個adapter 就是這樣 那 就是這樣 做個道理 但是 其實 這就是 好 做個道理 好了 現在要設置Wi-Fi 我忘記了Wi-Fi麥買什麼 所以要等我老公回來再設置Wi-Fi 想跟大家分享為什麼我們買了這部機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現在特價、便宜 它夠輕、方便我做文職的東西 而且Apple原先是在美國出產的研發 所以買了什麼東西 其實我覺得用Apple是最好的 第四樣東西就是它做的文件比較輕鬆、快 而且它做到所有的東西 如果你去到桌面就會知道它是很簡化的 如果你用過Apple機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好用的 但我覺得它不好用的支柱也跟大家說 因為如果你有使用Apple機的人 就會知道這裡的轉插位 因為插頭其實不多 因為基本上它沒有USB插頭 它就是用Type-C 所以你要用Type-C再轉插到USB 就會比較麻煩 而且它提供的記憶也不太多 所以如果它的價錢和Memory 基本上是好像成正比一樣 即是你要Memory越多 你就要價錢越比得多 那是幾千元美金 那這東西是不是值得比呢 就見仁見智了 所以我用文件的時候 我多數會額外再插一個HARDIS 這樣就方便我做事 再加上我是用FINAL CUT PRO去剪片 FINAL CUT PRO最好配上Mac機 如果不是的話 就好像是用不到的 FINAL CUT PRO用在其他電腦上面 你就要用其他剪片的模式 好像是Adobe那些 如果你是正準備移民的你 我不建議在香港買Apple機 因為美國買的Apple東西 有時候如果你不追求很時尚 最新的那些 其實你來美國買 是便宜過你香港買 還有少少後悔 2019年還是2000年的時候 在香港買了一個AirPod 就不在那裡買 不然我想我的回贈也會比較多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美國所有大學的高校 今年新聞都報了 就是全美國最好用的5個電腦 這個MacBook Air 2020年 其實是排第3名 第一名其實是其他的 所以我就會展示在這裡 說真的 它的價錢 在5個的Renting裡面 算是最貴的 因為它$900,99 它還有一個都跟它差不多價錢 但是它就沒有排得那麼高 它Renting 3 那個就Renting 5 我也跟大家說 如果你接下來在美國讀大學 可能美國那邊的大學都會主張你用Mac機 我也是聽我老公說 因為她當年讀大學的時候 她都鼓勵你用Apple機 但為什麼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可能貪它夠輕 快 如果你是用開 你就會知道Apple有多好用 當然 你可能不會認同得去哪 可能你說其他機 HP 或者其他品牌 都OK 視乎你自己 因為有些可能美國大學 想跟Apple合作 或者怎樣 但是有它這部機 就會方便些 好了 今集時間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你繼續就不會錯過了 我在美國生活的短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